你好 小鲁 待會兒 這樣可以吧 稍微往下一點 挺好 挺好 沒問題 好的 那個 首先 我也錄個 俗套 歡迎 感謝 因為我也不是職業的 您談談 您的經歷特別豐富 您能不能好好的聊一聊 好吧 從 還是你按照我看你錄的都是從 出生小時候聊起 是吧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吧 它有一個帶入感 反正我吧 是62年生的 然後 我出生的那個大院 就是在南山路 杭州的南山路 那個大院呢 前面住的是潘天壽 就住在我們一個院的 然後那時候他是那個遮美的院長嘛 然後我記得有黎兵紅 我們那個院呢 實際上是一個就是 現在美院不是還是在南山路上嗎 現在那個潘天壽的紀念館 就是當時我們那個院子裡 留下來的那個唯一的幾棟房子 現在整個美院新建的已經把所有當年的痕跡 全部弄沒了 看不到了 如果看到當年的痕跡 就是潘天壽紀念館 那個是景云村一號 我們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小時候其實對潘天壽紀 他們那個家就是跟他那個孫子玩的挺多的 應該說我是62年生 然後66年的時候我正好四歲 文革 文革呢 我爸爸媽媽呢 就是變成了那個叫保守派 保守派的那個遮美是這樣的 牛鬼蛇神 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牛鬼蛇神 我們那個景云村一號呢 還住的一個叫成龍 那個是美院的造反派頭 你知道吧 文革的時候呢 我印象呢 就是我媽媽爸爸就被抓到牛棚裡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跟著我媽媽住進了牛棚 四歲的時候 我還能記得我那個時候住的牛棚那個房子 是個上下鋪 然後就是 反正我後來我大了以後見到美院當時的那些老師啊什麼 都好像說我挺可憐的 那時候四歲就跟著我媽媽住牛棚 但我記憶中呢 那個牛棚呢 還沒那麼就是 就是可能別人看我挺可憐 我當時 哎 小孩的記憶呢 還沒那麼可憐 我那個時候可以去後山 就牛棚後面有一個山坡 然後呢 我是可以出去玩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叫小牛犊子 你知道他們那都年紀大的都叫 就是黑五類吧那個時候 反正牛鬼蛇神叫牛鬼蛇神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去打飯嘛 打飯的時候那個師父都會給我多一點 所以我印象中的牛棚並沒有帶來 就是文化大革命應該說如果我年紀再大一點的話 可能對痛苦的記憶會深一點 因為那時候年紀小嘛 還不是很 記憶很深 然後後來呢 因為我媽媽覺得這麼小 就跟她住牛棚 這個這個感覺太糟了嘛 然後就把我就 叫那個一個南京的姑媽 就我爸爸的一個妹妹 就帶到她那去住了 然後又通過那個姑媽那 然後我後來又到北京 我姥姥那去住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呢 我就離開我父母了 就住在我親戚家裡 但是我父母呢 後來文革的時候呢 就我爸爸給打得很厲害嘛 他就等於說整個吃飯的那個神經 給打壞了嘛 打壞了以後就根本就 吃不進東西這人就差不多就完了嘛 其實那個時候吧 那個文革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媽媽這個人吧 應該講一下 我媽媽是山東人 所以我那個名字蕭魯 那個魯就是取了那個山東的魯 我媽媽這個人是一個山東人挺倔的 其實後來我現在年紀大了 我經常會回想我 身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怎麼會發生的 其實很多性格上的東西 隨著我媽媽 我媽媽這個人呢 很認死理了 山東人 他對那種權威權是挺不埋賬的 他那個時候呢 因為 那時候文革的時候呢 他就是那個 我就說那陳隆 也住在我們錦英村一號嘛 他是造反敗的頭 這個人是當年呢 學習成績特別差的是 劉吉的一個人 就是其實文革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跳的特別凶的那幾個人 都是特別 特別糟糕的幾個人 然後我媽媽呢 其實住的一個院呢 就對這個人大概有點了解 特別瞧不上他 然後他就說那時候我問他 我怎麼會成了那個牛鬼蛇神呢 我媽媽說 因為那個時候陳隆呢 要所有的人給他寫請罪書 我媽媽就覺得這個形勢 特別侮辱人 就說你這個人我也瞧不上 但是你 因為你當了藏牌頭 要我們所有的人 給你寫請罪書 我媽媽說 俺山東人不幹這事 就覺得我瞧不上你 我幹嘛要給你寫請罪書 實際上他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說 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學 因為我不知道這事是對還是錯 但是 這個陳隆我是知道的 因為他離我很近 你讓我給他寫請罪書 我不敢 所以呢 就是這樣呢 就 就我 我爸爸當時其實 是屈服了 因為那個時候 美院基本上 大部分人都給陳隆寫請罪書 然後我爸爸就說 哎呀你看這個大部分 因為隨大流嘛 任何時候都是隨大流嘛 說大家都寫了 我們也寫吧 然後我爸爸就想想想 就是給陳隆寫個 寫一個就完了 我媽媽就堅決不敢 她說你要寫 我就跟你離婚 所以就這樣呢 他們就變成了一個 牛鬼蛇神 當時其實 潘天壽的兒子潘公凱 是牛鬼蛇神的老師 還有那個說幾個牛鬼 其實他們幾個牛鬼蛇神呢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梁平波 梁平波是因為 梁國斌他爸爸 是一個老幹部 變成了那個 打的走資派 很多是因為 父親 是走資派 然後被打成那個 反革命 然後這兒子呢 就變成了個 保皇派了 但是我媽媽爸爸呢 實際上是因為我媽媽的性格 就是不認這個成龍 就變成了 牛鬼蛇神保守派 然後大部分 當時文革都是造反派嘛 造反派是政治正確嘛 那個時候 對吧 你那個時候不給他寫 造反派頭不給他寫 挺罪書 那你就變成了反他的人嘛 就成了牛鬼蛇神 所以這個樣子 我爸爸媽媽就被抓進去了 然後就被打 我爸爸就被 那個時候我爸爸被打的 就很厲害 打得很厲害以後呢 就整個杭州的醫院都不收他了 我有的時候覺得 就是在關鍵時候 實際上有的時候 是人性起了作用 那時候我媽媽已經覺得 我爸爸 因為沒有家醫院收他嘛 他是一個 就是 就是當時是 保守派都是反革命嘛 然後我媽媽突然想起了 一個浙江醫院的一個 他的姐妹 他那個姐妹呢 是一個造派頭 然後他給他打電話 他說 我老公現在被打的已經奄奄一息了 快死了 一條命都沒了 你要是我的姐妹 你就來救我 如果你是我 你認為我 你是造派頭 政治立場 我們不合的話 我也能理解 然後這個人呢 就開了一個造派的先傳車 就因為我爸爸那時候壓在美院嘛 就到了美院 就把我爸爸搶走了 然後就送到了那個火車上 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他開那個 就這個 那個先傳車 就是美院的人沒防他 你知道吧 所以我爸爸就是被這麼搶走了 搶 就是 而且他親自 就把他送到了火車上 然後一路互送到了上海 然後到了上海以後呢 那個醫院就是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介紹了一個醫院 就去了 然後當時去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 這個人如果再晚來24小時 就沒命了 就是他已經 嗯 當時已經這個人要簽那個死亡書了嘛 然後他就問我媽媽說 這個人已經沒救了 他說 我們現在要用的那個藥量 是超出常規的藥量 你願不願意 我媽媽說 反正司馬當火馬醫了 那可以啊 然後就是 等於說是 超出常規的藥量 把我 把我爸爸的條命救回來 等於說當時 然後我媽媽這個人呢 當時就特別不服 你知道吧 特別不服呢 他就給中央寫信 就把我爸爸的情況寫 一封一封寫 寫了很多封信 然後那些信呢 就落到江青那個手裡去了 然後江青就把這些信 又轉回浙江省 所以呢 就對我爸媽媽就 整得很厲害 當時就是升級了 就是因為我媽媽還給那個寫信 然後呢 這個 有的時候我現在想呢 就是說 我媽媽這個性格呢 我媽媽實際上 我這個地方再講一下 我媽媽的家庭背景 其實我媽媽呢 她的爸爸等於說是我的外公 是一個老革命 當年就是 就等於說她是山東 當時就山東革命的時候 有一個叫天賦山起役 等於說山東革命的第一槍 她是天賦山起役的發起者之一 然後整個山東第一軍的政委她是 她死的早42年死的 然後她等於說山東後來四野 整個山東這個出來 當時中國四個軍 三個軍都從山東出來 我媽媽呢 當時呢 因為呢 就是生下以後呢 就把她丟給老百姓 然後我爸爸 我外公死的時候 就跟我媽媽沒聯繫上 我外公曾經 就跟她警衛員說 你去找我有個女兒 她後來又生個兒子 但是她有個女兒 她說放在老鄉家裡了 找不著了 那時候 然後當時呢 就是大概 戰爭你知道 那警衛員也 就是下面人也 沒怎麼找著就是 或者怎麼 就這個關係就斷了 但我爸 我媽媽的確呢 因為這個關係 一直是國家養著她 但是她跟 就當時我外公 最親近的那些手掌 是沒有聯繫 如果當時他們找到她 她說不定就是 哪個幹部的 什麼幹女兒都有可能 因為當時伍木啊 許氏友啊 都是外公的部下 然後呢 後來文化大革命呢 因為為了整我媽媽呢 他們就到 上海去調查 調查的時候呢 就找到了一個 叫曹曼志 當時呢 就是 他是山東的 當時 那個 山東那邊的 那個老幹部 然後呢 就說有這麼一個人 他是不是 他爸爸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們要調查 我媽媽的爸爸 然後他突然想去 咦 怎麼會調查這個呢 他是不是有個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他有個什麼 女兒 在我們學校 是個反革命 所以他就特別警惕說 哎呀 那看來 宋誠的女兒還活著 然後他就 通過關係 就把我媽媽 就找來了 找來了以後 就找了一大幫上海的 一些老幹部 就來問了 要問很多細節嘛 問性別 就最後證明 我媽媽 是宋誠的女兒 就總總總總 終於找到了 然後這之後呢 就是後來就是 他們還是通過關係 然後把我爸爸 就弄到北京去了 北京的那個地方 給保護起來 但是呢 後來他們那個 杭州造反派 還是到北京 去把我爸爸 給弄回來了 反正文化大革命 就是這個細節很多 就是折騰很厲害 所以我媽媽的性格呢 就通過這個文化大革命 這事呢 就是我媽媽 跟他爸爸的這個關係 連上了 要不話就是 他雖然是 有這麼一個父親 但是跟那些人 都是斷了聯繫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媽媽就說 他後來 後來其實他是 對我外公實際上是一個 山東一個非常有錢的大家出來的 他當時呢 是去上了北大 他最早是參加的是國民黨 然後在北大學習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就接觸到共產黨 我覺得當時啊 共產黨可能像我們現在這種 地下的那個反洞組織一樣的 那種綱領特有吸引力 我覺得 因為你想他是個北大學生 他怎麼就會被 北大的地下共產黨給 說服吸引了 就是去參加 參加共產黨 而且回到山東鬧革命了 我覺得當時的共產黨的綱領 一定有它的 而且它是一個有錢家裡出來的 當時革命我覺得有兩種 一個是有錢人家家裡的 那種人參加革命了 還有一種呢 就我覺得像我爸爸 我爸爸的參加革命的路 我跟你說一下 我爸爸呢 是他在那個江蘇 他在那個揚州那個 那個一個鄉下那個地方 他們家呢 當時我爸爸參加革命 其實挺當代的 我覺得我一直覺得 我骨子裡有點遺傳他們 我走到今天 我其實跟他們同出一尺 我爸爸當時呢 就是他大概十歲的時候 然後他們農村不是那個 農村裡有一個土地爺 土地奶奶都是用泥做的嘛 然後外面塗上筋嘛 他呢 就跟那幫農村的孩子就說 這個土地爺土地奶奶 在外面天天曬太陽 我們給他洗個澡怎麼樣 然後那些小孩 他是孩子童嘛 然後就聽他的 就把那個土地爺土地奶奶 就扛起來 噔噔噔就 抬到水裡去了 你呀 外面是經理 都是你呀 一洗一洗 就把土地爺土地奶奶 給洗沒了 你小農村對吧 然後把土地爺土地奶奶 給洗沒了 全村的人全部用到 我爸爸他們家裡 就說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他們 這個這個簡直是 大逆不道了 簡直是要 就是就是 然後我爸爸就說 他當時就 躲在一個樹上 就看那個全村人 就在他們家裡 就圍起來了 下子就不敢回家了 下子不敢回家 他就跑到對面 一個廟裡去 跑到一個廟裡去呢 就跟老和尚 就待了一個星期 老和尚就跟他說 說我不能白吃 你不能在我這白吃白喝的 如果你呢 如果真的回不了家 你跟我嘛 你得把他剃個頭 跟我當 你不能 要跟我做土地 你得剃頭 你得做和尚 對不對 等等 我爸爸還沒這個境界 想 還要跟我剃頭 還要當和尚 不敢這事不敢 就跑了 跑了以後呢 他不敢回家呀 不敢回家 那時候呢 我爸爸有個哥哥叫蕭蕭 他知道他去參加革命了 但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幹什麼 就是打鬼子 也不知道共產黨 國民黨 其實他就是 穷苦人就不知道幹什麼 但是他當時就回不了家了 然後就去找他哥去了 他哥哥說 你現在那麼小 你這部隊也收不了你啊 突然想起 有個叫新四軍心 旅行團 說聽說那個部隊呢 是收那個 可以唱歌跳舞的 說那個部隊最小的 七歲都收 說你現在十一歲 去那可以 其他的 我這個部隊你來不了 我們這打仗的部隊 是年紀要大一點 你這個不行 然後就介紹他 大概他哥哥認識那個 就是通過什麼 就關係 大概就介紹他去 新安理心團了 然後我爸爸十一歲的時候呢 就找到那個新安理心團 找到新安理心團 他說他記得他跟我說 當時他啥也不會 然後說你會啥 不會 我就會唱一個什麼 仿洋歌什麼 就農村唱的歌 我就扯得上 就唱了一個 他們就收我了 收了他以後 就是當天晚上 他說我就跟團長睡 就尿了一床 所以他們那個部隊呢 是屬於新四軍文工團似的 他們沒有真正的 跟敵人交通過 就是說打仗打完了 然後他們去跳舞啊 唱歌啊 但是他們經常要就是 跟著大部隊行軍啊什麼 屬於那種 文工團 就是新四軍的一個文工團 所以我爸爸呢 算抗日戰爭參加革命的 但他是十一歲的 而且是參加了一個 新四軍的文工團 所以呢 就是說我 我們家呢 說是在我是一個 正了八頂的 紅三代 就是我外公等於說 是就是特別那個 老一輩參加革命的 然後我爸爸也是 我媽媽實際上後來就是 因為他爸爸的身份 就一直是 就共產黨給他那個供給 然後他就上了中央美院 然後就跟我爸結婚以後 就到了浙江美院 然後就兩個人在一起 反正是 所以我們家的整個就是 家庭背景 是這麼一個東西 所以說我呢 是生長在這麼一個家裡 如果是 如果沒有一些特殊的經歷 我不會走到今天這條路 但是呢 我的有的時候回想 他們那些經歷呢 就是他們那種性格呢 還是給我有一些遺傳的 我身上那種很倔的性格 然後到關鍵時候 不認輸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像我媽媽 然後所以我 我覺得他有的時候 你回過來看 他們當初參加革命 參加共產黨是屬於地下黨 我跟你說 所以說 這也是一種反叛的東西 在當時他們是反叛的 共產黨是屬於反叛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在潛在的 是一種 就是 有一種 有一種遺傳吧 然後就講我吧 然後我是 文化大革命 因為他們被批了批鬥了嘛 我就 我就到了 南京 後來又到了北京 然後林彪事件以後呢 我爸媽媽就平反了 然後我記得 平反以後我就回到杭州 然後 我覺得我小時候的印象 就是不斷的在換學校 我爸媽媽不斷的在換工作 屬於就是一直在 在流浪 根本就是 然後今天睡的 在住的那個家 明天住的那個家 就是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我小時候就是流浪的感覺 然後小學一年級是在 那時候林彪那個事件以後 爸媽平反以後 就給他們分到那個 杭州 紅春橋那個地方 給他們分了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在上 杭州的西湖小學上了一年級 然後因為文革以後嘛 文革以後我爸媽媽就特別 討厭這個 杭州嘛 說就是要離開那個地方 然後 因為他 我爸爸 我剛才不是說我媽媽那個 去上海 上海有很多他那個 我外公的一些老戰友 都在上海當官嘛 然後就說你來上海吧 上海那個時候 就把他弄到上海 油畫雕塑院 所以那時候我二年級的時候 就到了上海 剛剛到上海的時候 還沒有房子那個時候 剛剛在吊的時候 是住在上海 戲劇學院的宿舍那個時候 然後我記得我媽媽那個時候 就畫了那個白球那張畫 油畫 白球那張畫其實是我媽媽畫的 我爸爸其實沒畫幾筆 這個 在這聲明一下 那麼後來這個 這個這個就後來變成 這個這個 他們之間的事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一年級 二年級就在 在那個 就 就 就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就在上海 我二年級就到了上海 知道我在上海 然後我其實小時候 並沒喜歡畫 我根本就用 我看我爸媽畫畫 其實就是父母是畫畫的 你對畫畫沒什麼神秘感 而且也沒什麼崇拜性 我不喜歡畫畫 然後喜歡跳舞 我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小學 都是參加學校的舞蹈小組 我覺得我現在做行為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是小學 二年級的時候 我印象 北京中央巴黎舞團 選我去 去 就是當時小孩 都是一年級就 二年級就很小的時候 就把你選到那 我媽媽間接反對 就是因為我媽媽說 當時那補導學校 還跟她說 給你一個星期的考慮 我媽媽說 一分鐘都不考慮 那個 我們家我媽媽說了算 我們家就是 其實我媽媽是 決定大事兒的一個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有一次是舞蹈學校 中央巴黎舞學校 選我去 還有 上海那個 那個雜劇團 還選我去 所以我小時候 就是差一點 就是去去幹這個 文藝 文藝工作了 後來都是我爸 我媽媽給我擋下來了 擋下來以後 但是我也不畫畫 我爸媽媽一直小時候 教我畫畫 就是不畫 理都不理 然後記得 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 我們家已經搬到 復興中路 就是那個 美國領事館旁邊 那個位子很好 因為我爸爸跟那個 我媽媽那個 就上海那個 外公的關係 所以上面 有人還是幫忙的 就分了一套 很好的房子 真的就是在那個 就以前資本家的房子 非常棒的 一套房子 然後就住在那 然後有一次呢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院子裡呢 那幫小孩就跳高 然後那個幹呢 就放了那個 就是石頭上 就是我跳過去的時候呢 就卡住了 然後我這個腳喉 這個地方就粉碎性骨折了 粉碎性骨折以後呢 當時就 就馬上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 就給我這個腳呢 就弄石膏嘛 當時醫生跟我講 我將來這個腿呢 是會一長一短的 你知道吧 說因為我把整個骨喉 粉碎性骨折 就骨喉是長個兒的地方 說這個地方 如果被弄了以後 你將來長不了個兒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我將來是一個 一高一低要穿那種 什麼特製的鞋子 醫生都說了 我媽媽特別傷心 然後就當時就找 上海很多醫生 然後找到一個中醫 中醫就把我那個石膏 給打掉一半 然後就天天服中藥 就這樣的幾種方式呢 就是我後來這個腳呢 就是沒有全部就殘廢掉 還後來還長隔了 所以有的時候中醫還管用的 我跟你說 然後我覺得五歲以後呢 我爸媽就說了 得 你是不是跳舞跳不了了啊 你這個鞋子 將來就是不殘廢就不錯了 畫畫吧 然後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當時就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爸爸就丟了我 我們家當時有蘇聯畫冊 我爸爸就 我第一本畫冊就是 就臨摸那個斜洛福的那本畫冊 就開始了畫畫的道路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就開始是臨摸吧 每天反正在家裡那時候 帶著閒的物料就開始臨摸 那時候我記得 一開始我就對色彩感覺還可以 我對素描就一直就沒什麼興趣 畫不好 然後那時候 小學五年級就開始畫畫了 你知道我爸媽媽都畫畫的 你知道這個父母是教不了孩子的 你知道 而且他們怎麼說我都根本不愛聽的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爸媽媽 實在沒遮就找他的學生 我記得什麼張丁招啊 好多他那些學生啊 陪著我畫畫石膏 我怪畫石膏 然後就陪著我畫石膏 他畫 就是我我爸媽媽教不了我 就他教他的學生來教我 他的學生教我呢 哎呀我還聽一點 我爸媽教我 雙分有不平的 就這麼感覺 然後 所以就是 所以小學五年級才開始 就是沒辦法畫畫了 然後那時候上了中學 上了中學以後就開始參加畫畫小組了 從舞蹈小組就參加畫畫小組了 然後 那時候反正好像 我們上初中的時候 開始就是有高考啊什麼東西的 然後 我的書裡畫書也不是特別好的 然後 就上文科 那時候有文科班嘛 對吧 一科班好像 那時候還分班的是 然後就正好趕上 中央美援附中第一屆招生 那個時候是1979年 文革以後第一屆招生 所以呢 我就 我就去考美援附中了 中央美援附中了 然後就 考上了 反正當時 我記得當時 其他那個素描色彩我都忘了 就是那個創作課 我畫的一個就是 呃 一個一個門 然後 就是 牛鬼蛇神 那我那個在門口啊 就是文革的時候 抄家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對我印象還是挺深的 所以我就 附中 我就上了 北京 到了北京了 所以我是 其實我當時是 我覺得我走上藝術道路 是被迫的 其實我 我上了學 我也 不是特別 對藝術啊什麼 也不是特別 就是一直當一個什麼藝術家 沒這個想法 然後就是上學了吧 上學了就是 就是就是其實我們家這個路上就是 就是就上學了 就給你安排 就不能幹這個就幹這個吧 就上學了 呃 其實我到今天回過頭來 看我這個醫生啊 我現在回過頭來看 其實我的情感經歷的不順 其實可能在無意識中 就是成就了我今天的 所有的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家實際上是條件蠻好的 而且 應該是按照我爸爸媽媽的條件 是可以給我在體制內 付一條康庄大道 我可以在這個條路上走得很順的 只要我稍微聽話一點啊 別那麼跟他們逆著來啊 我是可以走得挺順的 其實都是旁邊這個 都是他們的關係可以啊 但是就說我爸爸媽媽呢 也挺溺愛我的 他們其實就是因為太溺愛了 所以導致了我的情感生活呢 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 這些問題呢 就是導致了呢 就是我跟他們的關係就降掉了 就是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人的成長 他的過程中他一定是有一個坎 他有個坎讓你去磨難這個坎 然後 才讓你去做一些很多事情 就說吧 就是我 我在附中 79年上的附中 我是84年畢業的 等於說我中間休學了一年 你知道吧 等於說我本來是應該 在83年畢業的 我是 我應該是 就第一屆嘛 第一屆是什麼 尼群啊 木木丁啊 這都是我同學嘛 這第一屆 但我跟劉曉冬余虹 然後 他們也是同學 他們是下一屆 就是我有兩個 兩個班的同學 我是在附中的一年級的 二年級的上學期 上學期休學了 等於說我那個時候就休學了 怎麼回事呢 其實因為我寫了一本小說了 對吧 對話了 不知道你看過沒有 真是 沒有 沒看過 有空看一下吧 那個小說我都寫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開都可以說 因為那個時候 這本小說是 2010年香港大學出版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對話不是爭作者權嗎 爭作者權 然後 很多事情說不清楚嘛 說不清楚 然後被逼了 我打斷一下 對話就是 就是 中國現代藝術大展 就是對著這個電話亭 你們做的裝置 你做的裝置 電話亭 開了兩槍的這個作品名字 叫對話 是吧 是啊 OK 我這樣說 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讓 聽你 聽你講述的時候 有些人 他不見得是 是藝術圈的人 那藝術圈的人 我們一說對話 馬上就知道 是吧 但是有些聽你 聽你講 講的人呢 他可能不了解 對話是一個 什麼背景 所以我剛才 就解釋一下 好的 對 對話是一個 對就是八九大展 那件作品 然後 因為這件作品的爭議 一直在 然後應該說 現在還在 其實我應該 花很長時間 說下這個作品 但是我應該就是說 前面是講了我的家庭的整個背景 而且是 我怎麼會走上這個當代藝術道路 其實跟我 跟這個家庭的關係 是第一步的 跟家庭的決裂 是 因為我們家實際上是 給我 應該是可以給我很好的保護 然後後來我就 等於說我就上了服中了 上了服中 我得交代一下 我們 我在上海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有一個 關係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就是他們家有三個兒子 我們家等於說兩個女兒 每年過年呢 我們兩家都在一起過 你知道老人有的時候 兩家好 就想把他們的孩子 變成娃娃親嘛 對吧 然後呢 就從小就 和我和他們家的老大 然後呢 其實老從小就說 說說 這個耳朵裡老聽老聽 就好像那個就是一個既定的未來 其實那個時候也不懂談戀愛 但是呢 大人老說老說 你還是聽進去了 你知道吧 然後呢 但是呢 大人也不告訴你談戀愛的事 也不告訴你男女之事 但是就是 老是跟你暗示這些東西 然後呢 其實呢 其實你在心裡 可能在潛意識中呢 也默認了這個事 但是呢 你還不知道這個男女之事 你知道八十年代那個時候 七九年那個時候 中國是沒什麼性教育的 然後其實所有的男女事 都是我們自己 稀里糊塗的 就是這個 我記得那時候附中 上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晚上女神宿舍 關了燈以後 聊的都說 這男的女人怎麼懷孕的 這個事兒 一碰就懷孕了 還是怎麼 就整個一個就是 處於一種完全 現在想想 就是特別傻逼的那個人 就是 就到了那個年紀 都不知道男女怎麼懷孕的 你知道吧 然後 但是後來就是 有些人可能懂一點 哎呀就是我們 那時候我們班有個 有拿東彥 後來他死了嗎 他好像有經歷就是 還跟我們說一些 但是後來就 但是你 還是聽 就是還是不懂 你知道吧 就是搞不清楚 你想我們附中的男女生 是什麼樣的情況啊 我們附中當時 我因為我一年級 就去的時候 然後一年級 我記得有一年 然後我們附中的男女生 就有十多個男女生吧 就去了一次長城 然後去了一次長城以後 其實那個時候啊 其實就是說 有就是好多人 其實挺羨慕我們 就是去了長城 然後回來以後 就就特別嘲笑我們這幫去過 就是這幫男生女生去長城那幫人 說你們在長城不知道幹什麼了 哎呀這男男女女在那個地方 就一不知道男女的事 就覺得我們去了一趟長城 就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回來以後就被沒有去過的那些男生 就嘲笑啊弄啊 你知道後來我們附中四年 男女生不說話的 就在走廊裡 就是面對面這麼這麼走過來 你去問任何將來附中的男女生 附中男女生是不說話的 然後就覺得一說話 這一碰就懷孕的 你知道吧 就閃避到這個程度 然後 所以就是這種搞不清楚的狀態下 就導致這種男女 不說話 絕對不說話 然後呢 談戀愛呢 就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附中 當時一進去就說 我們的校長 我記得是趙永安 第一次開會就說 附中是不去談戀愛的 談戀愛要開除的 所以呢 就覺得 談戀愛這個事 是特別糟糕的事 然後呢 那個時候呢 所以呢 就是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覺得拉拉手 就談戀愛了 你知道吧 搞不清楚 談戀愛是怎麼回事 其實那個時候 哪像現在一談戀愛 就通常去 沒那事了 然後 那個時候 然後呢 他們當時呢 又給我安排 這麼一個娃娃機 你知道吧 然後叫我每個星期呢 都去他們家 去那個小男孩家 然後叫他給照顧我 然後我就每個星期天 都去他們家 都去他們 然後也跟他去逛公園 就是感覺呢 好像是是不是 就是談戀愛 搞不清楚 但是也有種莫名其妙的 一種興奮 但是呢 互相也不說 後來他跟我說 他爸媽跟他說 小魯在讀附中的時候 不能發生任何事情 這是將來的事 你得照顧他 反正就是大家都是一種 說不清的一種既定的一個東西 我也搞不清楚 我每個星期就躺在他家去 然後呢 這個事呢 其實呢 壞就壞在我這個人呢 真的是叫 就是不懂這些事 然後當時我有一個同桌 一個女生上海來的 跟我一塊上上海來的 她在北京沒有任何親戚 然後呢 他老覺得我每個星期天都去 我讓我去完以後 我還跟他說 最好的朋友 我就跟他說這個事 但是 他說 哎呀 你帶我去吧 我也想去公園玩吧 我一個人挺無聊的 我想沒事我就帶他去 但是帶他去了以後呢 他們倆就偷偷好上了 我是一點兒不知道 這種事呢 就是呢 就是說 到了二年級的 上學期的一個夏天 然後那個小男孩呢 我記得很清楚 他就送我回家 因為我們到上海 我們兩家還在一塊兒 跟我們兩家關係特別好 然後他呢 他也沒經歷過男女這件事 他就跟我說了 我跟這個女男孩 就把這個事 就吞吞吐吐的 就跟我說了 我這個人呢 我是覺得 我雖然沒經過戀愛 就那天晚上 我印象跟感覺 就跟失戀一樣的 就人就整個一個 就特別的難受 然後呢 開學了以後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怎麼都不肯上學了 我打死不想去北京了 我這個人就整個一個 我爸媽媽就傻了 我就是要上學了 我就在房間裡 把門關起來 我就不去了 其實我發現 我在那個時候開始 就經常遇到一件事 我不敢面對 我不敢面對的時候 我就躲呀 其實我不敢面對 我同桌的那個女孩 雙重對叛 她是我最好的女朋友 然後這個男孩 我覺得我從 我從小 七八歲 跟他一塊長大的一個男孩 就等於說 瞞著我他們好了 就是這種打擊 實際上 當時我是一下子就是 撐不住了 但是我就是不肯上學 咱們都不肯上學 我爸媽媽怎麼弄 我都不去了 就打死不去 把門就反鎖 就打死不去了 後來沒辦法了 他們只好跟那個 附中的老師說 我修學一年吧 就這樣我就 其實我是因為這個事 修學 然後呢 說是生病了 然後正好當時 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身體的問題 然後也正好去做了一個 小手術啊什麼東西 實際上是因為這個事情 我就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吧 我其實其實情感的事情 那個時候其實 對那個年齡來說 感覺是天大的事情 其實現在覺得 沒什麼事 而且現在覺得也可以理解 但當時就是覺得 無法接受 等於說是朋友嘛 而且他跟我 我一直把這個男孩 也是作為最信任的人 我覺得他們兩個瞞著我 發生了這個事情 就是 等於是一個雙重的背叛 就是說你最好的女朋友 背叛了你 你最好的男朋友 背叛了你 雙重背叛 對 所以我沒法面對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修學了 其實我是為這個事修學的 我腹中同學都知道這個事 然後呢我修學以後 我覺得我那一年 我估計得了憂鬱症了 我就經常就是把自己 灌在房間裡 其實我 我覺得我 我跟我 我從小是 我媽媽說我是一個 特別聽話的一個女孩 而且我跟我媽媽挺親的 我當時就說 小時候什麼事都會跟我媽媽說 從那次以後 我就開始好像 不跟他們說話 什麼事都不跟他們說了 有點 有點就是 懵掉了 就覺得因為 這個事應該是我比較聽話嘛 對吧 所以才導致了這個事 然後就修學一年了 修學一年 其實你知道修學是一般來說 是很丟人的事 但是我寧可怎麼修學 我也不敢去 跟那個女孩在同桌 上課了你知道吧 就是 就是沒法面對她了 你知道吧 然後就修學了 對外我就是修學了 修學以後呢 就是人呢 大概有點那個 精神恍惚啊什麼 其實 其實中國那個時候沒有心理醫生 如果有心理醫生呢 可能心理醫生引導一下呢 估計我可能也會過來一下 我呢 中國也沒有心理醫生 就我一個人 我印象中那個時候 我就是 經常把自己繁瑣在家裡 然後不跟我爸媽說話 就是那種 以前那種特別開朗的那種性格 就一下子沒有 就變了一個人 然後呢 我就要回 回腹中了嘛 後來修了一年 我就要回腹中了 就我爸媽媽就覺得 我這個人呢 就 特別特別就是擔心嘛 就我這個狀態不太對 然後就把我托付給一個他們北京最好的朋友 他們覺得是最好的朋友 就是說 這孩子呢 就是 這個狀態不好 你們多照顧一下 肯定是這樣的 他們兩個呢 沒孩子 然後呢 就 我就 當時他們還住在腹中 在腹中 我在小說裡呢 把這個男的就寫成了一個老頭 知道吧 然後呢 我就 每個就經常到他們家 然後就 就跟他們 就是很近 也就這樣 然後我就又回到了腹中 我腹中 其實我在腹中的生活很 我曾經問過我一個腹中的同學 我說 我當時腹中什麼狀態啊 他說你當時就跟沒活兒似的 就是我後來回到腹中以後 我那個狀態非常糟糕 就是其實學習吧 其實我對那個當時 我對畫畫也沒啥感覺 就整個心情特別灰暗 然後就是 就是 所以我覺得當時對藝術也沒啥感覺 那種感覺好像 什麼就是 就整個一個狀態就是灰了八雞的 就是 就人的狀態就是 這個情感其實我一下子沒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腹中呢 就是 我如果想想 就是畫畫素描啊 色彩啊 書法啊 什麼東西 我講一下那個書法其實 其實我小時候是跟陳培秋學過 我媽媽讓我跟陳培秋學書法的 就是上海那個陳培秋 呃 我是小學母年級跟他學 他最早是教我 臨摩那個藍廷學 他有一套教學方法 就是先是拿一個透明紙 然後摩 摩 然後零 然後背 他就是 他說我是一本一本字貼 摩 摩 零背 然後把一個字典 一本字貼就這麼吃掉 他是這麼出來的 反正我覺得 當時他的意思是 書法都要學王字嘛 王字出來的 就是這個套路 其實我的氣質 並不是王熙之那個 前期的那個氣質 然後我記得當時 副中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還寫字 還一直在寫言字 我要感謝那個 桑介吳老師在副中的 我覺得副中那個 桑介吳老師來教我們書法 他說這個字 就是你看了以後 你想寫 你喜歡 你寫 然後當時 他帶了好多字貼 我為什麼當時 我就是被那個 言字 言真清的字吸引 就言真清的字很大氣 然後那種很用容的 我覺得他那個氣質跟我很像 然後 我就後來就選了那個 言真清的字 言真清的字 後來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是 就是要每天會零言 但我字不像言真清的字 但是這個字呢 就是我後來就是 是自己選的一本字貼 言真 言體 我後來副中就一直寫的是言體 我們副中當時除了 素描課 色彩課 還有選修課 選修就國有板雕都可以選 然後到 最後一年 然後你就 可以選 你要考那個 哪一個科的那個 那個油花啊 什麼 薄花啊 當時就是 後來就是 就是這樣 好 再回過來說 我副中就是那個 我爸媽媽又把我託付給那個 他最好的一個朋友 然後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他老婆去 應該去比利時愛吧 過去 當時公派去 去到國外去嗎 那半年 然後那半年 這個我當時小說裡寫的就是老頭 我第一次 性的關係就是跟他發生 所以說這個事情是我人生的一個 就是我後來講的這個me too 我為什麼在 八九大展對話以後我失語了 我什麼都不敢說 因為這件作品 真正的背後 有原因就是我的情感經歷 所以我當時不敢說情感經歷 然後 情感這個事情就是我這個經歷以後呢 其實這個老頭挺壞的 因為我有過前面一次那個試練的事情嘛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就是勾引那個我那個那個 那個 同桌 同桌那個人呢 就是我那個小時候那個那個男的跟我說 那個女的是有經歷的 他來勾引我的 他就說那個女的談過臉 所以是他主動勾引的那個男的 你知道吧 因為我是一點經歷都沒的 你知道那個男的也沒經歷 所以我們兩個是沒有任何經歷的一個人 然後那個老頭就說 他說你為什麼會失去這個男的 就因為你不懂愛 你沒有經歷 這玩意要學的 我來教你 所以這個這個人很壞 我現在想想這個人是非常壞 因為他年紀很大 他知道怎麼去去去去 就讓你去上這個勾 那你那個時候是腹中四年級 腹中四年級 十八歲 十七歲 那時候應該是十七歲上的腹中 十八歲 我十七歲 因為我們高一考的嘛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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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歲發生了這個事 二十一歲發生了這個事兒以後 我當時覺得天昏地暗 就覺得這個事兒是特別羞辱的 因為他是我爸爸的那個年代的人 等於說是 又是我爸爸的最好 爸媽最 所以我爸爸媽媽的最好的兩個朋友 把我給害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對我父母這個系統的所有東西 都產生了仇恨 那也是一個速派的一個 然後就是說我覺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會一無反顧地討厭那種 因為他們當時蘇派在中國是體制內 在絕對地位的 是中國藝術界的都是他們掌權的 但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徹底的 首先我不相信我父母了 我覺得我的父母 當然我現在能理解我父母 他們不是有意地這麼去幹 都處於好意 但是結果結果都是很糟糕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因果 人生是一種很偶然的一個東西 你經歷的東西你就得承受 在你一定的年齡 你無法承受的時候 你就得付出昂貴的代價 你知道吧 所以呢就是 所以在那個年代經歷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特別丟人 就是簡直就是無法面對 無法承受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後來我曾經說過 我後來的作品裡邊 為什麼總是有一種去冒險的東西 有一種非常極端的東西 從心理學來說 我覺得我也許年輕時候 經歷了非常極端的事情 所以他才會用極端的手段去做作品 所以當時在英國 泰特摩登展我那個對話的時候 策展人是把我放在 Nikki那個房間 那個策展人看了我那個小說 他說我理解你 他說從心理上來講 你經歷的這種東西 舉槍打槍 這個邏輯是成立的 他說我 他說我為什麼 我當時你知道吧 放在Nikki Nikki也是那個英國 那個法國的一個藝術家 他的早期作品就是用槍 他年輕的時候 他被他父親強姦 你知道吧 實際上就是他把我放在Nikki的房間裡 他是有這個意圖 當時那個英國的那個 泰特摩登 所以呢 就是這兩次經歷以後 我就是人就是有一種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對藝術沒印象 沒感覺 我覺得人就是揮到幾點了 你知道吧 揮到幾點了 然後就是當時就是 也沒有選擇了 我就是想離開北京 因為我覺得在北京的話 其實第一次經過信以後 它有吸引你 因為第一次對信的經歷 它是對你一種強烈的吸引力 所以他們當時說我 我寫那個小說 第四章就是寫這一段 寫這一段寫得非常性感 就是非常真實又非常性感 他們就說這一段 其實對你的人生 整個小說裡邊 我有很多男人的經歷 描寫這個信的東西 只有這一段他們說寫得特別棒 所以我 我可能在潛意識 這個對我印象特別深 就是說它又吸引我 又感覺是罪惡的 又是一種罪惡的 又是不敢 就是這種所有的那種 複雜的心理 我把這個事情埋到 一直2020年 一個人都沒說 一個人都沒說 然後當時就是覺得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一直有一種自我的譴責 我覺得我自己特別髒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不接受不可能發生的 但發生了 竟然發生了以後 就是我對自己有一種 特別無法面對自己的一個 所以在情感生活中 你沒看槍總是對著我自個打 其實我一個對著另外一個打 其實也在對著自己打 實際上我一直是對自己有一種 很說不清楚的 很就經歷這個東西 因為中國這種性教育開放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 得你自己去承受去消化 所以你沒法面對 你就是一個沒法面對 然後我就大學 就只有考折美 那時候我爸爸已經在折美當院長 我爸爸媽媽都不知道這事 然後因為我就去了浙江美院 去了浙江美院之後呢 我覺得我當時大學 我們班女生 當時只有兩個女生 好像有十個男生 其實當時折美的男生 很多女生很少 所以我記得當時 其實我們班男生有好多人 就是追我的吧 因為那時候折美女生很少嘛 但是他們就是那種感覺 特別單純你知道吧 哎呀有的時候 就是你當你經歷了這一切以後 你面對很單純的那種 那個男生的時候 你覺得你無法接受 你知道吧 而且就是那種 自己就是那種 所以我為什麼 我就交代這些 我就告訴你 對話是怎麼出來的 對話 一男一女 他們沒法對話 那個電話筒 是盪在那裡 是無法溝通的 就是在我的心裡 男女是根本無法對話 當時這個做這個電話 這個事情 其實我特別奇怪 後來就說 我後來到了大學以後 也有過很多情感經歷 就是有點隨便了 如果說是在 就是 但是一直進不去 就是感情一直進不去 然後呢 其實我有的時候 特別恨這個老師 我還會給他打電話 因為我家是有電話的 但是我不敢在家裡電話 我所以給他打電話 我是就是到 接上電話給他打 然後他呢 接我電話呢 就慌的 打著打著 他就會掛掉 所以你看那個電話筒 在那裡 因為我給他打電話 他老的媽掛我電話 老是盲營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說 我實際上 做對話這件作品 沒有什麼觀念啊 什麼東西 其實八十年代 在折美經歷了 他們都說八五星潮啊 什麼那時候 其實 作為一個女性藝術家 那個時候其實挺邊緣的 而且我經歷了這些事以後 我在學校實際上是 不太合群的一個人 你知道吧 我當時不太合群的 就是 就是屬於一種 人總是覺得 跟這個世界有種 有一個秘密 很大的秘密 經歷了很大的 不可告人的秘密之後 你跟這個世界是隔著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多虧我做了藝術 其實藝術是一個 能夠幫助你解脫 我現在才知道 在藝術在某種 我這一輩子可能做藝術 就是在幫我 度這些 那個內心 就無法解開的那種觀吧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 後來我做這件 是88年我畢業作品 這個作品 這個對話 其實我後來就寫最原始的想法 就是情感的困惑 但是當然不會寫那麼多 就是 但是 因為當時80年代 一件作品 他們不要藝術家寫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這個作品 什麼說明都沒有的 然後呢 當時我 我記得我當時是 其實我大學是這樣 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你要看我那網站 我大學一年級 還是規規矩矩的話 寫十大素描啊 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非常有幸的遇到了一個 萬曼老師 就是當時一個 保加利亞的一個 作弊掛的 他也在法國 然後從法國 然後 我們折面把他請去 就是他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我狀態很糟 我其實對藝術已經不在狀態裡 我告訴你 然後 嗯 我知道那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 好像美院進了很多話的詞 我也沒看進去 我覺得 但是呢 那時候我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這個萬曼 因為那個 他在我們美院嘛 然後我爸爸院長的關係 就把我介紹給他 他就說 哎呀那個 你看看我女兒的話 指點指點啊 然後我就 有一天我印象非常是 我就把我附中到大學 我特別得意的作品 刮刮刮選了一大堆 根根根就抱到那個萬曼那去了 哎 我覺得啊 其實西方人有的時候說話直接啊 就是能讓你印象特別深 就是這種 如果來個課套啊 這個事兒也就過去了 然後呢 萬曼就看了我的作品 然後他說 哎呀小路啊 他說 他說 你這些作品 因為我那些作品 其實我在一年級 還基本上停留在俗派啊 那套東西 他說 他說 你這些作品呢 說實在吧 他說 因為中國現在沒有開放嘛 就是你也看不到外面 都是上個世紀的事兒的 都畫的都是上個世紀的 他說這個就是很老套 他說你 他說你現在也沒到外面看看 就是說 他說這個東西 沒啥意思 他看來就是 就特別不屑那個樣子 哎呀 天啊 覺得 就是所有的作品 沒有一件 我說你沒有一件喜歡的 他說 這不是喜歡的 你就 就全是那個路數吧 因為他們是看你的路數的 對吧 哎 他說哎 這些作品就垃圾堆裡差不多了 哎呦 我當時那個臉就 哇的就紅了 哎呦 我就覺得 哎呀媽的 就是說 我這個當藝術家的夢 本來也就沒有 被他這麼一說 就覺得一點希望都沒有 然後他一看我大概覺得 說的有點過了啊 然後我一般就說 哎 就說你以後經常來看看 我給你看點東西 然後他當時就一再 因為他是做壁掛的 壁掛就是用材料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 我也不知道當代 他就說你用材料做作品 就非常直接 就是用材料 你可以用材料做作品 我說什麼叫材料 他說就是架上畫 你現在還是架 停留在架上畫 啊 他給我說了很多術語 我都記不清了 當時 他就告訴我用材料 就是不是油畫的東西 可以用那種 哎大家給我講了什麼布 啊什麼 都材料啊 所以他給我講的那些材料的那種範圍 哎 我覺得材料 聽懂了 這個我聽懂了 然後我副中 我大學二年級 有一件作品 可能我的網上有 就是一個後背 後面是那個宣紙 那個他背的 這是我第一件 就是一半是材料 一半是油畫 因為我那個時候覺得我是學油畫的 我怎麼著也得畫幾筆 對吧 所以我當時呢 就是那件作品 我記得很清楚 到那個晚上 到那個杭州西嶺社 找了一大幫那個人 就是把那個宣紙 踏在那個石頭上 就用墨這麼踏 那個時候西嶺音社 沒能管 現在根本不可能 整個是破壞文物去了 那時候 然後那個西嶺音社 就說 就踏著很多杯 就把那個杯踏下來 那個杯 它的那個字 有的好有的不好 效果挺有意思的 然後我就用了五條屏風 然後讓那個表畫師傅呢 把那個踏下來的杯呢 表在後面 前面呢 就是一個後背 一個男的站在那個地方 哎 這是第一件 一半材料 一半油化 哎 萬曼特別高興 說太敲了 直到用材料了 然後這是大學二年級 就說我 所以說 就是我其實走上 當代藝術道路呢 其實在形式上 指導上 萬曼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因為 你有的時候你要在具體 做作品的時候 它的指點 比你看書 有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 也看很多當代 有時候說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麼做當代 說實在沒有 沒有一個路徑 它就很簡單 材料 回來了 二年級的時候 我就是也是一半 有一張畫也是 你在一個木板上 前面是畫的 後面用竹子 然後刻字啊什麼 就我當時基本上就是會 就是用一半材料 一半畫 所以到了大學 畢業創作的時候 其實這個思路也還是在 所以我當時 教的這個對話的公司呢 我跟那個老師說 這個電話廳是材料 我當時就是一半材料 一半的一個畫 我說這電話廳裡面的 這個男的女的後背啊 我畫 因為怎麼著 我覺得要學了八年畫 這個畫有時候 老丟不掉你知道嗎 覺得那麼是畫畫的 就得畫 然後呢 外面又叫我用材料 所以我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半材料 一半畫 基本上是這個路 就是我妥協一半 我妥協一半 咱們好商量 咱們 咱們在中間 就是 一半材料 一半畫 然後呢 當時呢 正好我的畢業課的指導老師 是鄭聖天 他去美國 然後他其實眼界挺開的 他當時看了我這個構思 說你這想法挺好的 李鶴金也挺好的 他說你就別畫 裡面就放黑白照片了 我說我一筆畫都不畫 我這畢業創作能過嗎 然後那個鄭老師就說 試試看 他說我到那個教員組去把這個 你的 因為當時我們畢業創作的所有的稿子 都要通過教員組的審查的 你知道吧 然後我這個對話 果然過不了關了 說油畫系 有史以來 沒有一件作品 一筆不畫的作品 在我們油畫系產生的 這他們豈有此理啊 就除了鄭聖天老師 和胡振宇老師支持我 我們當時任客老師 鄭聖天胡振宇和汪承毅 胡振宇和鄭聖天還支持我這個創作 所有老師反對 根本那個後來那個 胡振宇老師說 我們根本扛不住的 扛不住的 你這個根本過不了的 然後就說這樣吧 小路他說我們 他說鄭老師呢 一直就覺得你這個 裝置這個想法很好 而且他說我們油畫系呢 因為當時折美油畫系呢 它是有一點點創新的那個 那個傾向的 就是說當時我們搞創作 都是這麼說的 你課堂作業要畫寫實的 課下創作可以五畫八門的 所以呢 當時呢 就是那個好像 當時我記得胡振宇老師 就來找我說 小路小路小路 我們根本就是 鬥不過去 你呢 我們妥協 你用油畫畫一張 不管你畫什麼 反正要油畫畫一張 有畫 這張呢 就作為我們創作課 就是我們那個油畫系 一直有一種套路 就是課外作業 不作為寄分的作業 課外作業啊 就是讓你就是 他們讓我把這個作品做出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胡振宇說 我說我都沒準備畫畫 他說 你不是去過西藏嗎 啊 西藏的照片給我找來 然後就找了照片 就畫這張 就畫這張 然後就拿那張照片說 你就把這張照片拍下來就行了 然後那張作品你就去做吧 所以我這件作品實際上是 在這種情況下 僥倖的保錄下來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畢業創作的那張油畫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哎呀 怎麼著畫一張油畫 咱們學一把古典吧 那時候就是 我徐茫耀老師那個古典畫 剛剛從法國回來 那個古典畫給我們做講座 我覺得那個路數太多了 那麼後來我就說 就找那徐茫耀說 你這張油畫 你教我咋畫 然後我記得他就教我 怎麼用白色做底子啊 然後用那個蛋清 你調那個油啊 一層層皂上去 用沙子打呀 我這輩子 就是這麼霸驚的 學了一個最古典的油畫 我跟你說 然後就是 西芒耀老師教我的 那個那個 用沙子打 然後油罩 然後透明的畫 好像是古典的那個 透明畫 然後就畫 然後那張那件作品呢 就是 就是後面就是用 黑白照片 我就聽鄭老師的 所以說第一件 完全用材料的裝置 就是這麼產生的 然後這個構思呢 就是說 這個構思呢 說實在是因為 我個人的經歷 就是這個情感的經歷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油畫戲 出了這麼久 我那個時候就是 要做一個電話屏嘛 我這個 還拉了拉了贊助呢 然後我爸爸說 他認識那個 杭州電線局的一個人 給我寫了封介紹信 我就拿了那封介紹信 就找那個人 我說我要做一個電話廳 給他看那個草圖 我還說 你能不能給我 就是 你們廠子不是有電話廳嗎 他說 你按照這個草圖給我做 做完以後 我說 我可以在這個電話廳前面 給你寫一個小牌 給你 宣傳你們這個企業 給你做財報 廣告 他說 我們全杭州就我們一家 我不需要你做廣告 他說 你這個這個 我不需要 他說 就是說 就是因為你爸爸這個條子 我願意幫你這個忙 就是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 就就就就這麼把這個草圖給他了 他就給我做了 然後我記得記得那時候 他就 來組裝啊 我就打打打打打 卡車就過來了 給我 在那個優化系就給我 我在優化系當中有個小房子 給我組裝出來 說是在我自己看的那個電話廳 組裝出來我自己都特別吃驚啊 因為那個裝飾 我以前那個 那個一半材料還是平面 它這現在是立體的嘛 立體的嘛 整個一個我自己都挺震驚的 哎呀整個優化系啊 國化系啊 版話系啊 工藝系的老師 都來看 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師來看 不同的老師 你知道老師來看都胡說八道幾句就走 胡說八道 特別出名當時在我們那個畢業班 嗯 我覺得當時的確是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就說 我為什麼當時 宋建明老師那句話我聽進去了 宋建明老師進來以後 當時我那個電話廳中間 就是沒有那個紅的那個 後來你沒看還有紅的那個 十字啊中間 沒有就是乾乾淨淨的電話廳 玻璃鏡子 乾乾淨淨的 然後他一進來就說 哎呀他說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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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乾淨了要破壞 他是從形式感來講啊 他其實沒有這種內心的這種 為什麼做這個作品 他也不曉得 當時也不知道 他就覺得形式感上去破壞 我就說哎呀你怎麼破也不知道 他說那個鏡子 我們兩個就說 就聊天嘛 他說嗯 要有把它 我說用彈弓 把他那鏡子破 他說不行 那彈弓速度太慢 一破這個 就整個玻璃就破了 他說要有速度 然後這個速度 一想嘛就槍 這個字就冒出來了 然後那個 宋建明說槍 這傷心 不靠譜 當時我們家有一把氣槍 後來上膠了你知道 我還說 我們家有一把氣槍 後來上膠了 後來呢 他後來知道 聽到我在北京打這槍以後 他第一反應說 我當時跟小五隨口說 他怎麼真的去坐牢 就是說 這個老師其實說話無意 但是我聽者有意 後來這麼多年以後 我一直想 為什麼 我一直想打這槍 其實跟我內心的仇恨有 就是內心的那個 血在那個地方 就是說 藝術實際上是跟你內心有關的 你知道吧 你沒有內心的那種仇恨和那種 經歷的話 你沒有勇氣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打槍這個事情是需要勇氣的 所以呢 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 我說的時間是不是太長了 我們再說五分鐘 我們先 再聊五分鐘 然後我們先把這一期 然後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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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88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作品不是 就是我這個打槍的念頭 我就一直一直忘不掉 其實就是這個想法 如果你老是在腦子裡轉 它一定是跟你內心什麼東西有關係 其實藝術作品有的時候 你一直想做這個事 它一定是跟你 某個東西 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就 88年就 也想打槍的時候 然後 曾經我當時 就是我們那個院子裡 有一個 浙江省設計隊的一個人 因為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接到槍 我就在大院裡見到他 我就說 哎呀 我說你們設計隊 能不能接把槍出來 我當時也沒想怎麼打 就說 試試看打槍的效果 當時 然後 他說我們那個隊 接槍很麻煩的 這個槍哪接得出來 他說不我試試看 然後這事就過去了 過去以後呢 就沒想到我開牧師那天 他不知道怎麼就 就把槍給我借出來 借了三個小時 你知道當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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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手機啊 沒有手機啊 找一個人很麻煩的 你知道吧 他三個小時 找不著我就 就找不著了 你知道吧 然後他三個小時 沒找著我就把槍 就還回去了 事後跟我說 消路完那天 我把槍借回來了 不說找不著你 結果槍又回來了 88年在杭州 在折美 就是你的畢業展 畢業展上 所以我當時 88年要打了槍以後 89年就不打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人就是 我這個人就 阴差阳錯的 很多事情啊 我的人生 很多東西我是不設計的 但是很多事情發生了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 隨著命運 就讓它就發生到 今天這一步 然後我當時這一槍 就88年沒打 然後88年那間作品就是 後來我展出的時候 就裝置 88年 然後還有我那個 紅牆 那個油畫 就說你的畢業展 畢業展 兩件作品 在折美的油畫 折美畢業展 畢業展就展了這兩件作品 其實這兩件作品是一個 放在一起是特別不協調的一個 我記得當時很多 尤其是留學生 老問我一個問題 我當時記得非常清楚說 小五 你用一個非常古典的方法 創作一個這件作品 用一種非常當代的方法 做一個現代 你的what concept 就你的觀念是什麼 他們以為是 我是有一種觀念指導下 做一個傳統的一個當代 哎呀 我說我不做這個 我比不了業 他們就聽不懂 我說我不做這個 就不讓我做這個 根本聽不懂 就是 所以說我當時這個 88年這件作品展的時候呢 後來是 我聽高明路說是唐青年 來看我們這 是不是唐青年 忘了 就是那個美術雜誌 就是來看我們的畢業創作 拍了一個編輯 然後就看中我這件作品 所以88年就把我這個裝置 登在了美術雜誌的封頂 你知道吧 然後我們當時的新美術 也登了這個雜誌 所以我88年的這個裝置 登在了美術雜誌根底 和浙江美人的新美術的封二 哇 那個照片還有 有啊 你到時候能不能發給我一張兩張 好的好的好的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聊了一小時二十分鐘了 我們 我們再安排一個時間 好的好的好的 再安排一個時間 我們再聊那個 激動人心的那個 那個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 好 可以 哎呀 特別好 我估計 我得聊個兩三次了 對吧 還得美術館聊聊 對 三次五次八次十次 我們 我們有的是時間 怎麼樣 今天你覺得聊得還可以吧 特別特別的好 特別特別的好 謝謝